最近有一部国产动画片要上映 叫做《勇之城》 特别吸引我的是这个角色 一只青铜羊 就好像是一件活着的文物 说实话这个角色的确让我想到了两件关于羊的文物 这两件文物会让你心头一挤 大英博物馆 位于英国的伦敦 33号展厅叫做中国厅 这里常年陈列着2000余件来自中国的文物 但是没有人告诉你这些文物是怎么来的 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这里有一件镇馆之宝叫做双羊尊 是商朝晚期的青铜器 用来装久 高45厘米 两只羊唯妙唯小 除了羊角的部分 剩下的部位据说是一次胶筑成形的 两只羊中间的部分 撑起了一个饕贴寿面纹的形状 细节和纹理堪称一流 它沉于华夏之土 沉过华夏之水 如今待在异国他乡一言不发 让每一个到此探望的华夏儿女 内心忍不住悲伤 2019年的时候我去了大英博物馆 在中国馆我待了很久 内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实际上这个双羊尊世界上有两只 另一只的品项没有这么完美 而且让你失望的是 另一只在日本东京的根金美术馆 大家听说过一种装久的容器 叫做弓吧 我说一个成语你马上就明白了 工酬交错 这个器件叫做青铜阳宫 也是商代的 它曾经被收藏在日本最大的私人美术馆 藤田美术馆里 据说藤田美术馆有两千余件文物 其中有相当多的文物来自中国 而2017年 这个商代的青铜阳宫在纽约拍卖了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你把我的车开走了 然后给我质押了 当然也不必过分的陷入这种悲伤的情绪 百年前你说开走我的车就开 今天连刮掉我点车漆都得用碰瓷的方法了 说回到动画片《泳之城》吧 这部动画片的世界观设定很有趣 在地下有一个平行的时空 那里生活着泳 没错 就是你在西安看到的兵马泳 而我刚刚说的那种 看到活着的文物的感觉 在这里比比皆是 你可以看到兵马泳出土的战车 你可以看到山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镜猴鸟尊朝你扑面而来 你可以看到陕西历史博物馆里面的秦朝裕人 抬着灵感来源于甘肃博物馆的汉代文物的布链 你甚至可以看到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小件 而看到这只青铜羊 你也可以和我有完全不一样的联想 你可以想到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四羊方尊 南京博物院的三羊雷 首都博物馆的青铜羊首杖室 尤其是咱们国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同措金银 戴伦阳尊 你也可以找找看 这部动画片里还有哪些文物的影子 有哪些文物你在博物馆里经常见到 我希望这样带有中华文化印记的作品 越来越丰富 我也希望我们的后辈对于自己的文化 能够越来越自信 我希望他们再看到那个双阳尊的感觉 不再是我当时的那种忧郁 而是能够充满自信的淡然的说 感谢你们把它保存的这么好 谢谢了 有一天我有空的时候过来娶 辛苦